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这个流派啥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不能赚到钱 最近就有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说 很往这赚到钱了之后会不会就不好笑了 我告诉你不可能 我发现我现在赚到钱之后 只会去更大的地方丢更大的人 跟你分享一个最近的事 我前两天就是陪我的朋友们 去练了几天那个八七柔术 我本来是想小装一下嘛 但我去之前对这个运动完全不了解 整个过程就闹了很多笑话 他那个道服很贵嘛 我朋友Rock就送了我一套 他之前不穿的黑色道服 他跟我说 腰带你自己去买一根就行 但我不知道腰带的颜色是代表段位的 为了搭配他的黑色道服 我就网上自己买了根黑色腰带 等到了上课的那一天 我比教练段位都高 但我第一天去我啥也不懂 我还问旁边其他的学员 我说你们平时练的都是啥呀 哪一个是教练呀 教练都站着进来跑过来 指着腰带问我说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我说发的刺着打两天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这个柔树里的黑带呀 是非常难获得的 可能全是就只有那么几根 就你要想获得的话 你要么是天才 要么普通人练习很长时间 要么像我一样花20块钱 当然了我这种跟第一种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现在见到我也说 你可真是个天才 后来我就把这事当个笑话 发了社交媒体嘛 底下就评论说 我这个行为不尊重这项运动 他说是个人 你应该知道这个带子是不能乱记的 但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讲 我觉得我并没有不尊重这项运动 就是如果我真的不尊重这项运动的话 我就不买腰带了 我用我自己的牛皮摆搭也可以 重新定一段 红带下面是蓝带 蓝带下面是皮带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真系皮带的话 黑带不一定打得过我 我现在确实也赚到了一点钱嘛 但我确实还保留了很多贫穷的生活习惯 因为我怕别人说我飘了 膨胀了 熊人诈富 因为这些都是实话 你不太听实话 有时确实会不太习惯 就比如我现在出差的时候 偶尔客户也会给我订公务舱嘛 就有一回客户给我订了公务舱之后 坐那个百度车的时候 我还是不自觉地上了那个经济舱的公交车 就真的有空姐专门上来询问 就问有没有公务舱的旅客做错了 问了好几遍 都耽误我们这边发车了 当时给我气的 我心想这都能做错 傻瓜有钱人 我像谁这么傻呀 低头一看机票 原来是我这么有钱呀 但其实我也没做过几次公务舱 也不是特别的自信 就有一回上去之后 为了显得我经常做的样子 上去之后把能点的都点上了 刚点完 旁边那个大哥对着空姐来了一句 我不需要 谢谢 中间不要打扰我就可以了 我当时心想 亏死你 但后来发现 他真的不在乎呢 就那种真的有钱人 他是没有亏钱这个概念的 当时看他熟睡的样子 我像完了 这下真给他装到了 所以我现在坐飞机 也不吃不喝 哪怕饿了一天了 我也说 我不需要 谢谢 中间不要打扰我就可以了 因为我怕你一打扰 我会动摇 神经病 但这还不是醉装的 我在上海生活 听过醉装的一句话是啥 就一回喝红酒 酒中有个哥们抿了一口 我一喝就知道 这是右岸的 我开始甚至都没听懂 这是一句什么话 直到酒中有一个人说了一句 确实 因为左岸的葡萄酸度比这更高 我才知道 这原来是一条河的右岸 虽然不知道是哪条河 但感觉水很深 但是左岸右岸 我也不知道哪边更好 就只能在暗中观察 给我吓坏了 吓得我赶紧夹了一口猪蹄 我说 我一吃就知道 这个是左前蹄 在上海生活 确实很多人都很壮 很多人喝酒都很壮 一喝就是什么 北纬38度 我一喝 三十八度 你看我在酒中上还见过一种装是吗 还会有一种装就是 很多中年人会喜欢装少年 就不懂装懂 喝一口酒 最近晚上有个词特别的火 叫什么 少年感 什么叫少年感 什么叫少年感 谁知道 都听我说 都放快的听我说 什么叫少年感 我认为少年感分以下两点 第一 你要有勇气 我听完第一就感觉 我没有少年感 因为我很想打断它 但我没有勇气 第二 你要有好奇心 我就很好奇 哪一个少年说话会分点 我见过说话会分点的少年 只有一个 第一 我不叫魏 太反恐了 我叫楚雨雪 什么是少年我不知道 但是能听懂这个梗的 你们都不是少年了 然后他接着说 只要你具备了这两点 无论多大年纪 你都是一个少年 就是无论多大年纪 都是一个少年 这句话一定是一个中年说的 这句话的立场也太明显了 就好比说你去租房 中间跟你说 我觉得离地铁站远近都一样 有没有电梯都一样 你房子大小都一样 我知道这是一个离地铁站 又远又没有电梯的小房子 但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 就为什么 大家都想成为一个少年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世间 所有美好的词汇 都用来形容少年了 什么书生义气 仙衣怒马 繁花似锦 不惧风雪 但你看看这些不惧风雪的少年 是怎么描述中年的 油腻 跌味 兔头 甚至这里边都没有一个四字成语 唯一色字是中年油腻 你会感觉少年除了不惧风雪 还可以口无遮拦 但也并不是每个口无遮拦的人 都有少年感的 有些人就是因为口无遮拦 才被说油腻 跌味 说教 我觉得有的时候能少说两句 就少说两句 所以我先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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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什么那么快乐 大人不急 谢谢大家 我叫毛豆 他叫毛豆 现在比赛压力确实大 前两天我去身上去算命 人家说他身上有只狐妖 他真信 他说我说我怎么变帅了呢 我不信这种东西 但那天我确实看着了 我说大师 你说的是他身上这个 林纳贝尔吗 看上节目之前 我就在大连讲透口秀的 我们透口秀 就是会校起聚 我们剧场所在的那个商场 曾经一度排进过全国前十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老到什么程度 他第一任总经理 是因为头鸡刀把被抓起来的 历史感很重 很厚重 装修的时候 撕墙上那个报纸 都一层一层的 第一张是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 刷死下来 美国总统不时访华 刷死下来 美国总统老不时访华 我说美国总统 那么老什么时就访华 商场还漏雨 给我们淹了也不赔偿 就给我们免一个月房租 老免房租 现在商场都快欠我们房租了 我们这个地方干喜剧场 不太多浪费 地方不要钱 水又多 干什么喜剧 应该干喜遇啊 真的 我妈问我剧场干的怎么样 我说流水还不错 流水蛮多的 我们那个商场 保安大爷都六十多岁了 商场一到九点准时关灯 大爷要睡觉 监狱都九点半熄灯 商场没啥人 开的都是些山寨店 什么汉堡黄 卖的是宝黄派 还有霸王茶铺 我说霸王是宿管阿姨 八点四十茶铺 九点熄灯 楼上还有个波尔测健身房 这名是起对了 开了一个月 第二个月老板就跑路了 太老了 上个月奥运会 他们在商场大堂中间 摆了个五环 背面写的是 北京欢迎你 老不要紧 我是第一次在一个购物中心里面 看见那种卫生标语 禁止随地大小便 就是一个印度商场 下面还有 违这个罚款五百 举报这个奖励五百 你就仔细想一下这个事 你只要举报自己足够快 这个地方就是个厕所 确实是暴力喜剧 他就是有五百块钱押金就是了 而且那商场电路老话 老停电 舞台上有我们一个灯牌 写着我们的口号 叫拭目以待 一个惊叹号 行了三次店 上面这是全灭的 就上一个黄色惊叹号了 我站上面讲 透口秀头顶顶着个黄色惊叹号 就老有后拍观众问我 小火你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吗 那商场就一楼有点 人越往上人越少 我们再能上上五楼 一个人都没有了 你要想上我们五楼 要像现在东南角 点一根蜡烛 蜡烛灭了赶快跑 整个五楼就剩我们一个 特务秀剧场 旁边还有个鬼屋了 密室逃脱 就这个地方干密室逃脱 出来的人都懵了 说我这是逃出来 是没逃出来啊 但鬼屋 他们老板跟我们老板 是山东老行上关系很好 经常过来看演出 后来他们甚至组织团建 都来我们这 我说你一个鬼屋 需要团建 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不能因为离得近 你戴装团建就奇怪了 那天我一进剧场 我以为我阳寿到了呢 我说老板 老板就舞台边上 那个黑白无常 是就我自己能看见吗 太吓着了 你在这两楼鼓秀 我那第一排做的 全是什么 阎王吊死鬼黑白无常 我这帮人笑起来 是有职业习惯的 我都不敢低头 我扬上头奖的 我用一窝 看见第一排这个白无常 我一摆在这奖里边 我说哥们哥们 那个脱口秀 是可以消除声的 没有关系 黑无常的旁边说 不是啊哥 你踩他舌头了 现在很多人 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鬼屋的 但是胆小是吗 从里面都是冲出来的 哗哗的一声 我们一开始我们观众少 听得非常清楚 有一场演出 总共就六个观众 第一排坐着 一堆是闺蜜俩 其中一个女生 出门上厕所 刚关上门 把啊啊一声 闺蜜听见了 闺蜜一会咋了呢 跟出去了 跟着你能过了五六秒 把啊啊一声 剩下那四个人 不敢动了 他说是不让上厕所吗 隔音不好 他们也能听着我们这 我们这全是笑声 鬼屋里一个鬼屋 我死得好惨啊 这边 鬼都急眼了 在这打墙 你能不能小点声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鬼打墙 但两下关系还是挺好的 我们那个灯坏了 就是用他们那个灯 我们灯子不够了 就上他们那搬灯子 后来不行了 后来他们换了个防盗门 头也 头也没有用 他们那个灯是绿色的 一上台一道绿光打过来 大家好我是毛豆 观众吓一跳 这啥是怪物史莱克 这是啊 这也不是头口秀 就是死人其妙夜 这是啊 我们给他们凳子偷了 他们吊死骨 是吊不上去了 只能站在地上演个死鬼 我们这边是 sand up comedy 他们那是sand up ghost 阎王爷和他的朋友们 阎王爷跟我们关系还行 跟我们找我去他们单位玩 我说你那个也能叫单位啊 你们单位就玩音的是吧 他们都是大学生兼职的 阎王爷不是 阎王爷是研究生 以前研究生 现在研究死了 他的工作 就是坐在阎王殿上 一排小鬼给他磕头 我一看 你这单位还是个科研单位呢 真的 剧场旁边是鬼屋 真的特别魔幻 有一次我走员工东道 我一开门 阎王爷和个女鬼 那孟婆在那贴贴呢 他俩是办公室练情 聊这之一都不敢这么写 财务场坐在旁边楼梯上 一边抽烟 一边打王殿荣耀 用的是中奎 还拿塑料袋 给那个烟雾报警器挡上了 我说这鬼点子真多 真是 玩一玩 屏幕上有手印 他还拿舌头擦一下 我们和鬼屋很像 都是需要那种 观众的及时反馈的 但又不太一样 我们可能一个梗 人就笑了 他们一笑 人可能就梗了 而且观众一害怕就打他们 阎王后来就是把个男的下几眼了 叮光把他一顿打 老板报警了 警察都蒙了 谁 给阎王爷打了 甚至红啊 现在那边鬼都怕人 我上次去玩 他们NPC特别小心 拿着叉子顶着我往里走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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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是鬼 你又不是鬼子 本来就黑 你都插我屁股上了 阎王爷被打就离职了 给梦盆也带走了 他们那就那一个女生 没有办法 老板戴了个头套 去演梦盆了 老板一米八 戴眼镜山东人 站在奈何桥上 喝了我 这碗梦盆汤吧 我说这是梦圈 这不是梦圈吗 这不是 太腻了 而且你个奈何桥上 怎么这么黑啊 老板说对啊 我也不知道哪个人 给我灯拆了 我说啊 那那太美素质了 那你换个灯呗 他说我也想换 那个人给我 凳子也偷走了 我说哥 你灯丢了 那肯定是猴子干的 他歌里都唱了 灯灯灯灯灯灯灯 丢丢丢 你灯灯灯灯灯 이전的 魦模SE 有 seatingasan得到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大家好 我是188太子 给大家带来一段 皇族脱口秀 节目刚播那一会儿 我后面都跟我说 让我就少上网 说我网上有好多hater 然后我也就听话 没怎么上网 但是我还是能 在生活里面感受到 我在网上被人骂了 因为我现在走在 长沙的街头 会突然有陌生人 过来安慰我 一拍着拍我 其实蛮好的 我之前只是知道 有人骂我 我不知道具体 被骂得有多厉害 直到那天 张烧岗老师拍着我肩膀说 我特别懂你 好好操 你过分了 我说被骂成这样了 其实蛮好的 我觉得被大家关注是件 很幸福的事情 现在困扰我的是 太多人说我是太子了 搞得我有一点 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觉得比造谣 更能毁掉一个人的 是造梦 我现在觉得自己是爽文男主 有时候 窝囊了三十几年 突然发现自己真实身份 是太子的男主 我现在一天到晚 我就歪了嘴巴在家里面笑 我潜意识都把自己当太子了 那天绿花袋里面 突然传出一条狗出来 吓得我喊一声 我说护驾 我真的我现在回头看 没别的 我觉得我以前写的段子 配不上我现在的身份了 我最近不是来比赛吗 经常一个人上海 长沙 两地跑 蛮孤独的 我那天一个人坐高铁 我现在得解释了一下 是我一个人乘坐高铁 不是我包了一辆高铁 一个人坐 我当时编上来了一个 拿着一袋快餐的大学生 拿出鸡米花吃了一口 就放在小桌板上了 我本来没有那么喜欢吃鸡米花的 但是它放得好近 闻着又好香 我感觉它把那个鸡米花 放在我人中上面了 我这样是平时跟鸡米在一起 身边有太子党跟我称药 我肯定直接问他药了 我说兄弟 你几米花不吃的是吧 搞一坨试下味可以吧 我是讲的是这种话的 但我那天 我一个人 我突然意识到脱离了集体 我其实是一个公民 还是那种INFP的公民 没了 homie 有了边界感突然 我都不敢开口问他要了 我就坐在他身边 希望他能够主动地 发现我想吃他鸡米花 然后强制投胃给我 我等了五分钟 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是这么 心思细腻的人 但是我有点急了 因为鸡米花 它是有最佳赏味期的 你再过一下 你不退了 我就在我全是后米的群里面 我就问大家怎么办 他们给我提的主意也不太靠谱 他们要我喊他去上一下厕所 我说我不行 我不敢跟他讲话 他们又说 那你就控制肚子 看能不能发出那个 哦的声音 他搞不好 听你肚子叫你可怜 你就会分鸡米花给你吃 我当时核心收紧 我憋得脸都红了 也没有发出哦的声音 但是我很担心 我当时那个模样 要是被他看到了 他估计会让我去一下厕所 我自己还想了一些办法 我想了鸡米花离 我挺近的 我就装睡 我就 想了一下也否决了 这个方案 我感觉这个技巧 不管是用来偷鸡米花吃 还是用在喜剧上面 都有点太低级了 我最后只能把我全部的希望 堵在前面那个山洞 我当时等车一进山洞 我就给那个鸡米花 发动闪电站 吸吸他的鸡米花 大意了 我们现在国家高铁 太发达了 有灯 出了山洞以后 群里面有个人挨头 他说他有个亲身经历 上次他也是一个人坐高铁 然后边上有个胖子 应该也是想吃他东西 他装可怜 那胖子跟朋友打电话 他说 好久没吃饭了 肚子痛 我朋友一天良心 心肠就软了 就拿出一包零食 泡脚封爪 挤了两坨 那个泡脚给他吃 他们说 你要是不好意思跟他讲话 你也可以学他 你就在群里面 跟我们发语音 然后让他听见 你就说 你最喜欢吃鸡米花了 真的 那个最佳赏文奇快过了 我上头了 我摁了那个语音键 我说我 我最喜欢吃鸡米花了 我最喜欢吃鸡米花了 我就脸红了 我发现我那个群里面 所有人都都发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他们收藏了这个语音 以后每个礼拜四 我要不知道吃什么 就放给我听 边上这个人 很明显也听见 我刚刚那句话了 他把耳机带上了 我当时脸烫烫的 我看了五分钟风景 我越想越想不通 我越想越觉得 我今天必须得吃到 这个鸡米花 要不然我这沉默成本太高了 我当时在想 我问他要 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买他的鸡米花 我心里面都在想 我想了一个 五十块钱的预算 我允许他当一个 鸡米花黄牛 我小吵一下这个鸡米花 我花钱 我就没有那么不好意思了 怎么讲的 我都想好了 我说你好 这个我想购买您这个 你要不吃的话 我把它买下来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拍了拍他 他把耳机摘下来 然后眼睛一看着我 我们眼神一对视 我又紧张了 我又说傻话了 我指那个鸡米花 我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人的鸡米花被我空住了 他拿耳机的时候 悬在空中 有两秒钟没有动物 我觉得他脑子里面应该在想 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鸡米花吗 我后面花了很长时间跟他解释 我认识鸡米花 好吧 我这个长相可能有一点欺骗性 但是我其实很聪明的 我会一个人坐高铁 我要买你的鸡米花 他当时一听说 不好吧 我都吃了一口了 我心里想 我看着你吃 但是我说的是 那你吃了一口的话 你便宜一点卖给我 人真的是这样的 你逼自己走出去一步 你没发现你能走得更远 我本来都不敢跟他讲话 我一直跟他讲话 我现在敢小刀一下了 谈判很顺利的 我后面真的 原价11块5 我花8块钱就买到了 我当时一边吃鸡米花 我心里那个美啊 我已经终于在赏威奇里面赏到花了 我觉得鸡米花也应该有它的花语 就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谢谢大家 让我好看 好看 大家好 我是胡兰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我还挺会做饭的 要不是写不出口 其实不会提这事 张老师说的对 已经第五年 素材用的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 五年前哥们刚出来的时候 想说哥们精英 哥们留学 对吧 想说哥们会做饭 哥们演太监 对吧 没办法了 其实在国外留过学的人 基本上都会做饭 就那个汉堡薯条 你吃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 要不然会做饭 要不然会壁骨 没得选 那个沙拉 沙拉更难吃 你知道 那个沙拉有的时候 不像咱们一份一份的 他那是 他不知道你吃啥 他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你自己选 什么西兰花 西红柿 牛肉片 就让你自己选 我就加一点 加一点 加一点 我说不用沙拉酱 我回去自己做麻辣汤 老魏都傻了 说你这是为了喝汤吗 我说不喝汤也行 那个叫麻辣瓣 对吧 博大精神有的学了 而且 现在我们国内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把这个东西 这个生的沙拉叫白人饭 只有我们这么叫 真的 国外白人不敢这么叫 他敢叫自己吃的饭 叫白人饭 黑人就炸了 你知道吗 而且黑人要知道 我们管白人饭 也叫维持生命体征餐 应该也很开心 黑人说你们也有今天啊 几百年前给我吃的 才叫维持生命体征餐 黑人也得说一句 天道好轮回啊 对不对 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天道 也不知道什么是轮回 但知道 好 对吧 对吧 后来我就在国外 学着做饭 只要你在国外 学会做饭 你朋友可多了 就是天选留学生 天选留学生 本来一开始 我就做饭 想解决一些 大家的思乡之情 做点中国菜嘛 结果后来大家思念 越来越具体了 最过分 有一次跟我说 哥我想吃佛跳墙 我说你家庭条件可以啊 他说不是我也没吃过 就是没吃过 想尝一尝 他说好 没吃过就好说了 佛跳墙的鱼翅 这上哪弄去对吧 用粉条 鲍鱼太贵了 用猪肉 做完之后 问他 我说去过东 没头没去过 好嘞 正东的佛跳墙 也有做不好的时候 做饭做不好对吧 做扑了冒了 家里多短路了 他说咋了 我说好像佛跳渣了 做饭不难 但做饭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 说做饭最难的是 要扛住周围人 给你那个情绪价值 他们太会了对吧 动不动 说好吃比我妈做的都好吃 我都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阿姨 做饭是什么水瓶 但是 我就是开心 我就想给他做 他们知道 生活越苦 嘴就要越甜 你知道吗 我有同学就扛不住 他也是 我们一口一个大厨叫他 完了 飘了 慢慢都不知道 自己是来上学来的 他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去上课吧 我在家做红烧肉 他说家里开点火呢 不能没人 学校也上了课 那教室里也不能没人 老师问怎么说 他怎么没来上课 我还在家开小灶呢 对吧 去之前还挺开心的 咱都是一样 在国内吃惯了那些垃圾食品 去了之后发现 没有原味鸡 也没有香垃圾食 都没有 我说你们这垃圾食品 都不正宗 也没有新二粮考吃 你还问他们 我说新二粮不是你们这 我说是新二粮是我们这 新二粮考吃是你们那 就跟重庆没有鸡骨宝 是一样的 你们想想 一样的真的 披萨传到美国 美国人就加了点菠萝放进去了 传到中国 我天这玩意还能加菠萝 那一定能放榴莲 意大利人都疯了 说你们是不是分不清楚 什么是披萨 什么是果盘 对吧 茶也是 茶是我们传到 到欧美的 对吧 然后欧美人加糖 加奶 然后传回到中国 中国人说 这还了得 加了点芋泥珍珠奶盖 又给传回去了 茶也是我们最早传到印度的 印度然后加了点什么 姜黄肉桂豆蔻 然后传回来 我们说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喝吧 我之前过去了 我之前就是 我那个美国室友 我一开始我妈给我带了点 东北的五常大米带过去 那个地方在上海 都不好买那个大米 那个美国室友也不懂 给我打声糊糊了 我说干嘛 我说你叫贴春梁吗 还要干嘛 我气得 我都想去联合国去告他去 我问五常能不能 陪我五常大米的 这玩意就是互相伤害 你知道吗 他把我大米打成糊糊 我就拿他牛排炖土豆 问我说几分熟 我说百分之百熟 炖得可烂会儿了 过头计划 学生的时候也是 我去过那种特别贵的餐厅 都不靠谱 就攒钱 穷学生攒钱去 去了之后 米其林攒钱给我上了一个大盘 上面就是一个牡蠣壳 然后里面也没有牡蠣肉 一点汤 周围全是泡沫 说这个是那个主厨 对现在塑料 对海洋侵袭的担心 说它是一个环保主义制 我说你这个主厨 是不是表达欲过于旺盛了 去的人问我 说这个菜什么味 我说爹味 不是吃完一顿饭 我没吃饱 但我就觉得这个厨师 吃得太饱 你知道 而且现在怎么吃的吧 就是 那些菜 动不动就是妈妈的味道 动不动就是爹爹的味道 你说这世界 越想越生气 你环保没问题 我又没侵袭海洋 对吧 我见过那种 咱们都见过那种 一个东西 它就值28 讲了个故事 卖98的 但我第一次见 讲了个故事 98 不给我吃东西了 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要不然就是有人吃不饱 要不然就是有人吃得太饱 这俩事我都管不了 但是如果有人想 尝尝我做的佛跳墙 可以找我 谢谢大家 我是东北佛跳墙 创始人 霍来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蒋浩 之前的赛段 我有跟大家聊过 我学习化妆 然后有聊过 我学习土木工程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的感情生活 我跟我女朋友交往两年多 但我俩是在 交友软件认识的 我知道现在用交友软件 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一旦在上面 遇到一个认识你的人 他会第一时间 质疑你的人品 我第一天注册了一个软件 第二天就偶遇了一个 以前看过我演出的观众 给我发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贾浩老师 你怎么也来了这种地方 给我尴尬的 我说我来卖票 我来一对一推广脱口秀 但我跟我女朋友 真的是在交友软件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 他真的像个天仙一样 就美得让我自卑 自卑到我都在给自己打气 我说没事 脱口秀就是男人最好的医美 你也是一个脱口秀 老医美了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问他 我说一会儿要不要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他说好啊 我说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把我的电瓶车推过来 他说 那我就不开车过去了 我说 我也不是非要骑电瓶车 那天最后吃完饭 我俩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车辆 在同一个路口等红绿灯 他摇下车窗 我没有车窗 最后道别之后 我们分道扬镳 但那个分道分的是 机动车道和 非机动车道 这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第一次正式约会 约在那个线下的读书活动 刚刚去两分钟 他就拉着我要走 我出来就问怎么了 他说刚刚在里面 看到他前男友了 说晦气 这个人不死了吗 我看他有点尴尬 我就说我懂 这个在我们节目叫复活 他听完看着我笑了 我说耶 脱口秀就是男人最好的玉美 后来每次见面 我就给他讲段子 逗他开心嘛 最开始我还要点脸 我还只讲自己的段子 如果那段时间 你听我讲段子 你会觉得甲浩这个人 人生经历也太丰富了 大四还在四川学土建 延一就在割大学精算 暑假去了索马里卤大肠 甚至抽空得了个红绿色盲 哎呀我丢点这瓶黑 就被丢人提起过 但他段子听得越多 品位就越高嘛 搞得我只好回去 读书这帮特殊演员朋友们 大家写段子 能不能有点新的角度啊 你不要再讲什么 你们拍戏啊 录综艺的段子了 我讲不了 最大的困难就是 后来他再陪我 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他经常会困惑 这个段子好耳熟啊 我说会不会 你梦到过这段 他说这句我也耳熟 后来在前辈们的助理下 我就和他在一起了 一起搬来到上海 才来的时候 他很喜欢买花 买了好多花 但我们租的房子很小 真的摆不下 最夸张的时候 电视柜上都摆满了花 不知道的 以为我们家电视机走了 我当时都不敢拿 把这个电视放我的脱口秀视频啊 后来我也很喜欢 跟他一起买花 我才知道他最喜欢的是向日葵 因为他觉得向日葵 代表着希望 我们挤在一个 二十来坪的出租屋里 但那个时候 家里充满了希望 上个厕所 旁边都有希望 但我们那个房子 真的采光很不好 搞得一屋子 向日葵不知道想买 一堆向日葵面面相去 都在想 日的 我们该不会成向葵了吧 后来很快就迎来了 陪他度过的第一个生日 我准备了一个 我当时觉得很酷的生日礼物 我想的是 我一个人去跳伞 我从飞机上跳下来 对着摄像机 对他表白 比方说他叫韩梅梅 我跳下来我就喊 韩梅梅 我爱你 爱你 爱你 我还用我们四川话 我觉得自己会特别慢的 但飞机飞到六千多米的时候 我就开始恐高了 我在那怂的 教练就说 小浩 你坐我大腿上来 他好慢啊 我还提醒教练 我教练 这送给我女朋友的生日礼物 一定要提醒我 说我爱你 教练说好的 抱着我就跳下去了 结果在视频里 我傻的 那个风吹的 我发迹线都飘到后面了 我脸皮都挂不住脸了 我在前面整个人是懵的 教练就抱着我 一直在喊 我爱你 我爱你 男生永远会对自己的创意类礼物充满期待 我把视频剪完 生日当天发过女朋友 我说 亲爱的 创意类的生日礼物 他看完就回了我七个字 我生日 你去跳伞 后面见面又笑着问了我一句话 教练是对你表白了吗 我们是在去年的四月底分着手 可能因为我去跳伞了 我一直觉得跳伞 这个伞字不太吉利 说伞就伞 我应该去跳河 我觉得这梗还挺巧妙的 跳河 当时因为一些现实的问题 可能还有家庭的压力 他发消息提了分手 分手那天晚上 他在北京的家里 我在千岛湖 收到消息 我很难受 我很想挽回 但打出来的回复 我说好啊 那我们就分开了 你在北京好好生活 如果以后有机会 到北京演出的话 请你看我们演出 请你吃饭啊 发完这条消息 我就觉得 哥们也太体面了 体面完 我在千岛湖边 那天晚上哭的啊 哭的有多难受 不怕大家笑话 我第二天看新闻 说千岛湖水位都涨了 淡水壶变咸水壶了 然后第二天 我到酒店前台 前台看我眼睛肿的 还说呢 您昨天没睡好吧 是不是也被 胡变那个神经病吵到了 我当时顶着肿着的眼睛 我就暗自发誓 甲浩 你现在只有事业了 今年线上脱修节目 一定要好好表现 去年没有节目 最近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是朋友告诉我 他已经开启了新的生活 很好啊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段的话 我想告诉你 很荣幸 跟你共度了两年多 美好的回忆 如果以后你的婚礼 邀请我的话 我会去的 以婚礼化妆师的身份 谢谢大家 我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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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大家 我叫大家 刚刚K的说 喊我去自驾 我都疯了 还指望我开车 我红绿色盲呀 朋友们 我走路都费劲呀 开心 聊聊开心 朋友们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发现我对开心这个事 就特别有天赋 因为我本身 就长了一张笑脸 你怎么就眼睛和眉毛 都往上扬 就经常 就我什么也没干 但就是会给人一种 得意忘形的感觉 你知道吗 真的就有时候我哭起来 表情都跟笑似的 我小学队呢 有时候没考好 低头在那哭呢 我爸都生气了 说还有脸笑呢 所以我哭的时候 必须让大家看见我的眼泪 我从来不敢什么 45度仰望天空 那眼泪就落不下来 大家以为我在仰天大笑 而且真的 我特别喜欢开心 是因为开心 能特别快地 转移大家的情绪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录节目 磕到头了 然后医生在那摸着 我的头发 给我检查的时候 吓坏了 说你这磕哪了呀 磕得这么硬 我说医生 你摸到我假发片了 然后就没人关心 我咋样了 都在关心 我的假发片 到底长啥样 就好像现在你们一样 也没人关心 我说啥了 心里想的都是 今天带没带呀 没带 这点头发还带了 还有头发吗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确实发现 大家最近 确实越来越难开心了 因为我问过好多朋友 我说怎么才能开心 怎么才能快乐 大家答案都很一致 不上班就会开心 真的 我就发现上边 真的很难开心 我一个朋友 在迪士尼上班 当程序员 那么我刚开始 听到迪士尼 程序员的时候 我以为是迪士尼 新推出来的玩偶 他真的就是 后来我知道 是真的就在迪士尼 那个园区里工作 就在那写代码 就有什么是比苦中作乐 更惨的 乐中作苦 现在就是 在世界上 最快乐的地方工作 仍然没有爱 他前两天 送了我两个 零纳贝尔 用黑色垃圾袋装来的 我都急了 我说 这可是零纳贝尔呀 他说对 但他对我来说 最多算同事 而且真的 他们也有加班 晚上12点的迪士尼 木马都不旋转了 但牛马还在旋转呀 大家要知道 旋转牛马 真的很难快乐呀 而且明明是加班 在迪士尼加班 就显得特别悲催 这个真的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这个在语文上 咱们学过 叫乐景趁爱情 现在也叫 你的快乐打扰到我了 而且很多人还羡慕 我们在喜剧公司上班 应该说应该有很快乐 应该有很多梗 不是 也没那么快乐 我们的保安大爷 就特别不快乐 因为我们天天在公司 熬夜斜岗 大爷也没法睡 我们公司大爷 现在都得三半倒了 是我们离职率最高的一个岗位 我们写稿现在太费大爷了 平均每百篇稿 费6.2个大爷 现在节目播出 大爷看我们的稿都急 你知道吗 说这就是天天熬夜 写出来的玩意 真的观众见了我们 都是什么好玩好笑 大爷见了我们 就是好烦 好笨 好困呀 大爷一看我们 去公司就上头 但我们不上头 因为我们喝的是 国民白酒 老村长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粮 黄金粽子蛋 真正存酿酒 好喝不上头 灵感马上有 真的 乐景称爱情 就显得特别悲惨 但是我发现 爱景称乐情就挺好 真的我上一轮就没表现好 我就在网上看那些 差评 什么自胜参加综艺太多 不好笑了 自胜不接地气不好笑 本来还挺难受的 直到看到一条 自胜变帅就不好笑了 一码开心起来了 我说怎么都是差评 这个差评 就能插到我心坎里呢 好吧 反正最后就希望大家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乐景称乐景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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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一声和你们好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还挺在意 自己节目播出之后的评价的 你像我们第一次上节目 我就会很担心 害怕说 观众会不会不喜欢我 会不会有差评 我没想到节目播了 大家还挺喜欢我的 大家太会说话了 夸我好看 看看你们这个样子 真的 大家会有一条弹幕 说脸圆圆的 像那个甜品里面的大福 我从来没被这么夸过 我在家 我爸叫我大盆脸 人说我大福 他说我大盆 我当时还挺生气的 他说 这点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 到社会上可怎么办 社会上没这么说话的呀 一路上正走着一个人 大盆脸 还怎么办 他住院手续 我给他办 我爸就总是喜欢打击我 这几次晋级了 我在家特别开心 他说 看你乐的 比你优秀的人多了 你这才哪到哪啊 不值得表扬 我说 你就不能夸我两句嘛 他说 我再夸你两句 你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你听听 在我爸的世界里 人挨骂没事 挨夸会疯 该不会我爸今天要说一句 我女儿最棒 我疯了 我今儿不比了 我欠导演脖子 我说 我爸说了 我才是最棒的 你说 夸两句孩子 有什么样恶劣的结果呀 你说 腹地膜该不会 就是夸成那样的吧 你小时候多好看呀 他爸妈说 哎呦 我儿子真帅 鼻梁趴下没了 而且我爸是个警察嘛 教育我就总想历练我 但他的历练 没有理论铺垫 纯靠实战演练 为了锻炼我的防范意识 很小的时候 四五岁 去超市商场 趁我不注意 他藏起来 躲在旁边观察我的反应 我的反应 当然是害怕呀 我总不可能看见 我爸不见了我 WOW Rhythm 我才五岁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有困难找警察 现在是有警察 给我找困难 我到处找他 我看谁都喊爸爸 他受不了了 出来说 以后家长不见了 你原地不动就行 哎呦 每次出去正高高兴兴走着呢 一回头我爸不见了 我就原地不动 五岁的独立女性 你看 路过陌生人还问说 哎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你爸妈呢 我说 噓 他看着你呢 你说你藏两次就得了呗 天天藏啊 天天藏 到后面 我觉得他就不是想锻炼我 他就想拿我 掉几个人贩子出来 冲冲业绩 后来有一次 我趁他不注意 我先藏起来 我观察他的反应 他反应比我大多了 他就算急成那样了 我也没见他路过 麦盆的地方 端起来看一眼 我看他着急了 我出来了 他说 你跑哪儿去了 我叫你 你就出来呀 我说 你叫我就出来 你尾巴不翘到天上去了 你说小时候这样就罢了 到现在这么大了 还想历练我 六月份其实很热了嘛 在家不让我开空调 我说是因为要省钱吗 他说不是 没到开空调的时候 我说怎么咱们上面 是有个组织吗 不让咱开空调 他说不是 没到那么热的时候 人家有的非洲小孩 都吹不上空调 你让人家怎么办 怎么办 咱给人捐一台不行了 咱给人买一台空调 怎么我跟非洲小孩之间 只能有一台空调吗 让给我了 人家要知道有一台空调 让给我了 我还不开 人家不气死了 他说你这点苦都吃不了 到社会上可怎么办呀 社会上可凉快了呀 地铁上商场都是空调 热的我想去社会上走一走 他说社会上人情良薄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到底能历练我什么样的能力呀 对吧 他说你不懂我的良苦用心 我在培养你对抗挫折的能力 专家说了这个叫抗挫力 抗挫力 我是个缩澡金呗 以后人家说我沟通力强 我执行力强 我说领导 我摩擦力强 我扛吗 不可能对吧 而且我不明白 既然大家都要吃苦 为什么要提前先吃苦 我是冲了什么吃苦会员吗 每周抢先吃苦 VIP尊享苦 按我爸说的 现在家里也是社会 外面也是社会 我现在太社会了 出走半生归来找不着家 电视上还说什么 你要累了一回头 父母永远在你身后 我一回头我爸藏起来 我闺蜜还劝我 说哎呀 我们上一代的人 可能就是这么过来的 没有经历过什么 特别好的教育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爱你的 他只是不表达 我心想让他表达呀 你可以表达 我没让你不表达 我觉得 我甚至可以接受 你两者一起表达 好的坏的一起表达 说你这才哪到哪啊 比你优秀的人多了啊 先吃点鸡米花 可以表达 话是这么说啊 你想一想 可能有点难实现 刚好昨天晚上 我爸打电话 说你现在比赛 怎么样了呀 我觉得啊 如果我说 我进半决赛了 他肯定要打击我 哎 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说嗯 估计最次第十三名吧 但是你知道 比我优秀的人 还有可多了 我这算什么呀 我这才哪到哪啊 不值得表扬 就算上了节目 线下演出 也卖不出去票 工作也不稳定 不考工 不考编 没有五险一金 不能给你养老 而且最近压力太大了 熬夜 熬夜就长胖 长胖 没有人要我 没有人要我 结不了婚 生不了孩子 生不了孩子 又写不来稿子 哎呦 这样下去 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呀 我空了他十秒钟 他说嗯 你其实挺棒的 所以我觉得啊 打击挫折苦难 都不会让我 变得更强大 家人的爱和温暖 才是我对抗挫折 最大的底气 谢谢各位 我一上合 而且男爷会 呢 谁 是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